我们的弟子 生活中的弟子在南徽联邦 他传到这里来问世 南徽联邦 莲花永元 莲花永元问的 师尊师母 生活中 大家好 他问有关灌顶的事情 第一件 什么法在什么条件下是需要灌顶 什么法在什么条件下是不需要灌顶 我这个范围太大了 什么法是需要灌顶的 什么法是不需要灌顶的 他用一个比喻 比如米衣收萨法 不用灌顶 米衣收萨 就是把用一盘米把衣服放在米上面 点了三根香 然后请佛菩萨加持 让自己身上的葱萨给它冲掉或者是收金 你被吓到 你被吓到心很不安宁 你用米衣收萨法 那个法是小法不用灌顶 师尊曾经讲 大家如果收金了 就用米衣就可以收金 大家都可以用 大家都可以用 不用灌顶 我只能够这样子跟你讲 因为那个比喻比喻不完嘛 对不对 有些有些可以要灌顶的 有些不用灌顶的 所有的像释迦行 上师 上师 本尊 内法 外法 金刚法 无上密 无上密 这些都是需要灌顶的 从释迦行开始 一直到 上师 本尊 内法 无上密 金刚法 都是需要灌顶的 那我们好像在生活中 比较方便一点 你受了 皈依贯顶 你已经受了皈依贯顶 那你就可以直接修释迦行 按照比较 按照照密来讲 按照照密来讲 你修一个家行 就要灌一个顶 甚至你要持咒 要持这个咒 也要有持咒的灌顶 观想 持咒 入定 整个法 都是要受灌顶的 还有解手印 也要灌顶的 其他的 就不用了 因为灌顶 是属于密教来讲 你念佛 要不要灌顶 不用 但选教来讲 他根本没有灌顶这两个字 但是受戒 受戒是有 你受菩萨戒 受在家菩萨戒 受沙明戒 那个不叫做灌顶 那叫受戒 那叫受戒 他人不称灌顶的 只有密教才有灌顶 密教才有灌顶 那像这个释迦行 龟一 释迦行 上述相运 本尊 内法 五上密 金刚法 都是要灌顶的